好妞妮來到場中央 舞台的中央 粉色運動套裝 臉上掛著的笑容 展現滿滿活力 陳廷妮這天上工 卻讓人倍感心疼 毕竟前一天才爆出爸爸 因為欠稅418萬 將他拘提且解送 彰化 看守所管收 就是像昨天說的 就是已經有請律師 然後一起協助處理這件事情 我很抱歉占用大家的資源 但對我來說 我會勇敢 然後擁抱 智慧 還有大家給我的祝福 事情第一時間發生時 陳廷妮透過團隊發聲明 表示確實不知情 是和新聞同步得知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父母不希望被擔心 而不願將困難 透露給子女的心情 以諮詢律師一同面對 但在鏡頭前回應 一陣激動 降到哽咽 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圓滿落 然後我覺得 作為子女的 還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健康 用餅 這個是最重要的 語氣中滿滿顫抖 她說和人在中部的父親 最後一次見面是過年時 儘管現在著急 卻也聯繫不上人 目前沒有辦法聯繫 就是先請律師 有啊 有啊 就是還一直都有陪伴 她感謝未婚夫胡宇薇一直陪在身旁 兩人的婚宴大事目前還在積極策劃 何時舉辦似乎沒能說準 最近這是一件就是人生大事嘛 然後我們也不想要讓她辦得很倉促 所以我們也沒有給自己定下一個什麼目標 說一定要在幾月幾號完成 因為彼此都愛運動 希望風格能結合大自然 只是現在家務事似乎更為棘手 需要時間將難題意義化解 TV兇環3小君談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